一切都愿意接受 她一听吓了一跳 她说哪里有这个事情啊 我的女儿晨娘在床上睡了五年啊 都没有出来啊 你怎么带出去的 她真的就在门外 这个时候晨娘就进来了 果然看到是晨娘 看到她父亲她笑笑而已 也没说话 那么就一直进去进到她的房间 那么这个很奇怪呢 床上的晨娘听到外边的晨娘回来啊 她高兴得不得了 就爬起来了 也没有病了 一到她的房间门口 正好碰到外边回来的晨娘 两个就合起一个 两个突然直接合起一个 那么这个两个孩子看到吗 她根本就也没有注意到 有这么一回事 但他们家人通通都看到 看到她两个突然变成一个 究竟她两个哪一个是真的 所以宋朝的吴祖三发言禅师 他的这个追风话里面 教人参参的这个话头啊 有这么一句 成女离坟哪个是真的 叫人参这个问题 成女离坟 离坟啊 坟离坟啊 你看成女离坟 哪个是真的 床上睡的是真的 你跟着王宙去四川的是真的 假如床上是真的 那么那两个孩子是灵魂生的 但是孩子没有觉得有什么特殊不同的地方 跟平常的母亲完全一样 那么究竟她两个哪一个是真的 有人根据这句话参参开悟的 各位参参看 成女离坟时 他们两个哪一个是真的 你会想这么无聊 还想这些事 成娘她发生这个事情啊 第一个问题是她怎么样子跑到王宙的船上去 她搬业到那个地方 她是怎么样子上去的 如果真的她能 也许她是学过分身吧 她还没有学佛 她就会分成两个 又会活成一个 难道成娘也神通广大 这是说明那两个小孩子生啊 她是以人生的母亲生 还是母亲的灵魂生 她是用什么方式受伸生 当然她自己觉得还是母亲生的 没有什么特殊 因为她在身边的母亲 都是跟普通人一样啊 没有一点这个鬼魂的感觉 所以你看看这个人之间 千奇八怪 什么一样的奇怪受伸方式都有 这就是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 这两个小孩子 应当在那个时候该受伸 所以她也就在这个分身的产量中 由此她也得到很安然的身在人间 当然也是按照人间的胎生方式 没有差错 那么由此可以知道 世间法就在我们这个人世间 就有很多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事情 所以这个故事关于章艺的这个故事与经文没有关系 这是题外话 只是说到像前面所说的死满太熟的她的女儿的这个事情 这个小孩子生出来以后 到了八九个月 被这个书桌一推就变成一滩水 从有生中变成无 所以成为无 那么既然是无生 可是这个一个连盆水怎么能够支持 此时就将近两年 在母胎里近十个月 出世之后活到八九个月 你看这个奇事 不是有许多物 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吗 那么这个陈女黎文的事情 就是一种怪异的现象 那么有些人当然她不相信 但是如果没有实在事情 后来不会记起来 另外有一部小说叫做《离婚记》 离婚记 就是写的这个《神女离婚》的故事 而且张艺在唐书里面有的 就唐书第125卷 由张艺的这个历史 这个人是确定有的 那么既然有这个人 相信他这个事情也不是完全伪造 所以这只是提出来做参考 以本文五官 与经文有关的是前面 这个连盆水所成就的这个小孩子 这是第六 接下去第七 看出经文 有人世界往向轮回 引颠倒估 有些人都合合一成八万四千 前阶乱详 如是固有想象劫难 流转过途 神鬼精灵 其类充生 这是有详 有详是有思详 就是有心理作用 因为世界的轮回颠倒 众生的颠倒 所以世界上有这种往向的轮回 轮回就是流转了 无量就来的流转情况 那么无量就来就是这种往向 什么叫做往向呢 往本来是无 向是现象 是有是无啊 这类的修身情况 他自己想出来的是有 而没有设的实体 这个现象 只是一个影子而已 所以叫做往向轮回 引颠倒 他这个颠倒的想象 现出的他的身体只有一个影子 无量 无量 今晚有太阳 出去就是无量 只有个影子而已啊 引颠倒 引颠倒的缘故啊 和和一成八万四千 前阶乱详 和和就是以他想象的那个那样事情 把他和和起来 由他的心里面所想意的事情 而成就他现在 有想的身份 所以这个世间有八万四千的前阶乱详 前是前在 前在这个八十田中会想 第六语是想象出这种的现象 做他的身份 那么由此结实所推 这个颠倒妄想的乱 想象出的身体 所以叫做前阶乱详 如是固有想象劫难 想象的结 就是由他想 想出这个现象 那个像是现象 由他想而想出的现象 最准的影子成为他的身体 那么由此流转在三界六道 在流转国土之中 那么这些是什么呢 神、鬼、金、灵 这一类众生 在世间充实在各地 在其论与充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部分大小 部分种类 慈悲救护生命 传达爱 以及对生命的关怀 各位菩萨 我们佛佛 我们学佛 就是从慈悲 而找到的生命 从慈悲 断除烦恼 所以中华护生学会 到处在 解救生命放生 但是有很多生命没有办法被放生 你要救他牛 流浪狗 狗 甚至的一些大型的不能被野放的动物 所以生命天使台需要有更多人提供土地 提供人力 提供财力 来保护这些可怜的动物 因为他们对我们都有论 都是我们的父母 所以愿大家一起来成立互生园区 也加入互生园区保护动物的工作 来成为义工 来成为职工 与一个佛教族慈悲的心 来做这个圆满重要的工作 阿弥陀佛 还可以跟随为联盟吗 再用这些柳子慈悲的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佛陀的心愿 这是菩萨的心愿 只要不断弘扬佛法 就会有那么一天 不在乎需要多少年 无畏惧路途多遥远 只要佛法上在人间 世界有一天会改变 吸药可不可以做药供 可不可以 可以保证可以 因为我想动机很重要 我们做这个药是希望利益众生 当然一个药表一切药 这是一个表法 你拿一颗药 就代表所有的药 欧啊哄欧啊哄 愿他们都得到利益 当然有这个药 你的慈悲信心会强一点点 就像放生用观想的 跟真实去放生命 那是不太一样 但是也不是说 你没有钱放生 就没有得到放生的功德 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被杀掉的众生更多 所以你每天念佛诵经持咒 回想给所有每天被杀掉的众生 哇那那个力量就够大了 重点是我们的悲心 但是无论如何 看得到了看不到了 我们都尽力跟它结缘 不过我们参加放生 那是一种掌养慈悲最好的方便 而且放生的功德力量 确实不可思议 确实不可思议 很大很大的感应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